《徒3.4》 《徒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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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主日平安 各位 今天我们要谈到 以色列弃绝摩西 然后他们在旷野为自己造偶像的事情 各位 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为什么人会造偶像 其实很简单 两个原因 第一 就是人有需要 人有不能满足之处 不管是物质方面 或者非物质方面 他心里面有一个不能被满足之处 所以我要 我不够 我不满足 所以他就造了偶像 来满足自己 来为自己服务 也给自己自己所要的事 那么另外一个 为什么人造偶像呢 因为人知道自己是无能的 软弱的 所以他需要一个比他更有能力 更有聪明 超越他的一个存在者 来帮助他 保护他 引导他 所以当人造出一些偶像的时候 我们先会明白 跟才我说第一 就给他有一些满足 一些好处 让他得偿所愿 第二 就是带给他一些超自然的帮助 引导 保护 可能帮助他学习 读书方面 得到好成绩 能够找到好的工作 或者保护他的身体 保护他的家人的安危 各方面 或者他快要离世的时候 能保护他平平安安的走 不会魂飞魄散 所以基本上 就是这个理由了 人造出来的神 是要为自己能够达成这两个的目的 所以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造牛毒的时候 他们心里也是带着这两个目的了 第一 我们会看得到 这牛毒带来的一个丰盛的意思 丰富 而且是用金做的 人所看为最重要 最宝贵的那个物质 用这个金来造 这个牛毒 有一个象征 能够带给自己丰盛的意思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他们需要一个 很雄伟的牛毒 来保护他们 引导他们走这个旷野的道路 所以人是因为需要 也知道自己无能软弱 所以他们才造了偶像 来拜偶像 现在我们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基督徒来到创造万有 独一的真神面前 我们来敬拜祂 依靠祂 那是不是因这个两个的因素 有没有因这个两个的目的呢 各位有没有 当然有 对不对 你问你自己 你有没有需要 你知道不知道 你是无能渺小软弱的 你有没有 有没有人很伟大说 我没有需要 我就带着一个伟大的志向 来要认识这位神 来与祂交通 有没有这样的人 各位我们真知道我们是人的话 我们都知道我们拥有两方面的欠缺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诗篇23 诗人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知缺乏 有没有 这句话就讲到 耶和华上帝满足了人一切的需要 所以羊需要的 秦朝地 戏水旁 那牧者都知道 满足祂 然后继续读下去的时候 祂引导我经过十阴的幽谷 在这里与我同在 用祂的杖和杆 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 为我摆设宴席 这是讲什么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讲到 我们上帝的帮助 保护 引导我们走出那黑暗之路 有没有 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有需要的 我们基督徒也是无能的 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对吗 所以问题 拜偶像的问题 并不是因为有这个两个因素 你不能说有需要是错的 因为本来就是有需要 你不能说你要需要引导 帮助这是错的 我们都需要 对不对 但是拜偶像的问题 按照圣经所说的问题出在哪里 就是你自己造出神 你自己造出那个偶像 当你自己造 你自己找 你自己想象的时候 你就会将创造万有的 那位上帝最尊贵的那位神 神沦落为 什么 什么 非 情 走受 人的样式 或者一切的一个受造之物 然后把他当成这个东西 来敬拜他 然后第二 另外 你就践踏了 神按照他形象所造的就是人 就是你自己 这么尊贵尊荣的生命 这个尊贵的情感 意志 思想 原来是要归给这位神 来用来敬拜他的 但是你却用来敬拜了那些受造之物 所以这是最羞辱神 也是最邪夺神的一个举动 所以一个人 我们可以说 当他拜偶像的时候 叫神动怒的是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另外在多思想的时候 如果一个人 他拿着圣经 他造出了错谬的基督教 错谬的福音 那是不是大大得罪神 当然了 所以我再讲一遍 你有需要 你求帮助不是问题 但是如果你造出自己的神 那是最大的问题 那么在这里 我们继续就是讲下去 如果我们来到创造万有 也创造我们生命的真神的面前 我们有需要 比如说我们有感情的需要 我们有儿女 我们有的问题 我们有经济方面的困难 这一切方面 我们需要全能的神来帮助我们 这些确实是需要 对不对 但是 你要问 这些的需要 这些的帮助 要从哪里开始 如果你是来到创造万有 创造你的生命的这位神面前 你的一切的需要 是要从认识祂开始 因为在你一切的需要里面 你最没有发现 没有察觉的那个需要 就是你需要灵魂的主宰 你的被造是永恒的 你的被造一个永恒的灵魂 有一个主宰 那个主宰 要在你的生命做主 你的生命要自己走 自己得 自己要做什么 你就会沦落到失败的光景 越凄惨的光景 所以你要问 这位神会满足我 这位神会帮助我 那怎么得到祂的 我要先认识祂 因为灵魂里面 最深称的需要 就是要认识祂 与祂交通 从我认识祂的时候 我才认识我自己 我是怎么被造的 我才认识 我跟万有的关系是什么 我跟人的关系 我跟钱财的关系 我跟婚姻的关系是什么 一点一点你才会认识 才会理解的 那你说 我不用认识祂 祂给我 我感觉我需要的就好 钱来 食物来 女人来 事业来 来 全部来 各位 你全部来的结果 你最后的光景就是怎样 就是像索罗门一样 最后虚空的虚空 一切都是虚空 就得了这一切之后 它里面有一个空洞 连很基本的吃 喝 玩 享受都不能 因为总是有一个虚空 这世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满足祂 很多人不要神 不要按着祂的方法 自己要得自己所要的 现在就要得的结果 最后如果神任凭你 你最后全部会失去一无所有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告诉各位 你真认为是这位神 你会发现 其实祂已经与你同在了 祂已经正在保护你 引导你 所以现在你做一个基督徒 你要学的是什么 就是透过祂的话语 知道怎么倚靠祂 然后顺服祂 如果你在金钱方面 有欠缺 有一些需要 你常来到神面前 主啊 我这么狼狈 我这么欠缺 主啊 你不顾念吗 那么你向祂祷告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会不会满足你 祂会不会向你那个方面显示爱 一定会的 但是各位注意 祂引导你的方法 不是让你一下子赚很多很多的钱 然后让那个钱变成你的试探 乃是一点一点 上帝一天一天像玛纳这样的 有供应你 让你学习怎么在神按时的预备 来满足于祂 也继续倚靠祂 然后当你的心在这个当中越来越满足祂 爱祂 懂得靠祂的时候 越来越多钱交在你手中的时候 你不但不会被这个钱绊倒 你也会成为怎样 钱财的好管家 懂得怎么使用钱 来叫自己得益出 旁边的人得益出 也将荣耀归给神 所以各位不要单单看这个小小的物质里面 神也是这么的 也看重 也知道你需要 祂跟你的关系要怎样 这一切你一定要从圣经理解 你不能从你自己心里面 现在的一种想要 我现在要 那你就慢慢发现 夺给你的时候 有另外一个东西叫贪婪 你没有办法制住它 你就被那个东西影响 很多的人 是有点贪财的结果 他就慢慢不爱神 然后后来 被很多的愁苦刺痛 都是有钱财的问题 你说我需要一个配偶 我需要一个女人 神会不会为你预备 神还没有为你预备 之前你要懂得 你要懂得先尊重一个女人 你要懂得照顾女人 要带领一个女人 然后心里有单一的爱主的时候 你在神的引导之下 你就会遇到神为你预备的下瓦 你们了解吗 我们姐妹要遇到弟兄 也是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要怎样的预备自己 成为一个帮助者 你说有些人都是乱七八糟 神也是给他预备 什么都没有装备好 然后神也是给他一个婚姻 给他一个男 给他一个女人 为什么对我就是这样刻薄 各位你有没有去开眼睛看 生命还没有预备好的人 他进到婚姻 神才用那个婚姻来预备他 他很辛苦 对不对 神在每一个人身上带领 不一样 你要明白 爱我们的神 祂也是有主权的 有些人二十多岁经过婚姻 他们年轻的时候 很幼嫩 只有被一时之间的那个婚姻 他们进入的时候 还没有成熟 在婚姻里面 他们经过很多磨炼 有些人二十岁 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 他们已经成熟了 生命稳健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懂得爱主 懂得爱人 看事情有客观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个人 预备婚姻的时候 他婚姻走的路又不一样了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用相对的一个环境条件来看 神为什么给他 为什么神没有给我 为什么神给他成功 没有给我成功 各位绝对不能这样 你的生命是独特的 神在你身上的那个独特的带领 独特的成圣的工作 你要理解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告诉各位 人所造的偶像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人所造的偶像 那个人造偶像的时候 他的心态是什么 我要 我现在要 我所需要的 给我 然后就造一个偶像 如果这个偶像不把他所要的东西给他的话 他就会去造另外一个偶像 所以人的偶像越造越多 他越造偶像的时候 其实就会发现他的自我就越大 因为都是从我要 我认为好的 要从这个地方开始 亲爱的弟兄姐妹 结果 圣经在罗马书一章说什么 这样的人 如果神就这样 任凭他 好 你要的 你去造 你要的 然后你去得 你去求 结果神任凭他的结果 他从他的顺性都变为逆性 顺性 很正常的那个人的性情 很自然的 下面就讲到 原来男人喜欢女人 女人喜欢男人 就很顺性的那个东西 就变成逆性 所以各方面都变质 各方面 不该贪的就贪 不该爱的就爱 神继续认凭 你要这样就这样 你要贪你就贪 你要违背父母你违背 你要恼怒 上帝 认凭你 你去恼怒 最后就是灭亡的道路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 罗马书那个地方讲到 当神在天上 祂的审判 祂的愤怒 向一切阻挡真理 抵挡真理的人 显现了 人的结果是 不荣耀神 不感谢祂 只有这样 我要 然后自己造偶像 飞禽走兽的样子 这样造出来 神继续认凭他 祂的结果是这样 祂的结果就是 祂的顺性变成逆性 祂的犯罪是越来越恐怖 但是祂又越来越合理 觉得这个不是错的 这个不是罪的 就是人认为对就是对的 各位 当神这样的让人这样走下去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灭亡了 各位了解吗 这就是罗马书一章告诉我们 所以当以色列弃绝神 拆来的摩西 他们去造了这个金牛肚的时候 他们里头其实是有很严重的属灵的问题 他们当时怎么弃绝摩西 今天犹太人也怎么弃绝耶稣 他们选择心里所爱的 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司提反的辩证 对不对 犹太领袖们 为什么要杀他 因为他们崇高的是我们的圣殿 我们的律法 但是他们心里没有神 他们以这些外在的东西来取代神 然后狠狠地逼迫斯提反 其实都是一样的 以外在 今天人都以外在的东西来取代神 以我要的那个东西来取代神 谁能够把我要的东西给我 他就是神 哪一个牧师教导这位上帝 这个基督教士 能够叫我得偿所愿的 他的教义就是对的 哪有这回事 各位 所以你们一定要谨慎 圣经给我们的戒备 我们要放在心里面 曾经在以色列人 在犹太领袖人身上所发生的 今天在教会也同样继续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谨慎 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使徒行传》 第七章 我前面讲的这些虚论都是很重要的 就叫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 我们对这几节要考究的经文 我们就会很清楚理解 第七章三十九节 上一回我们读到什么 神为以色列民拆来了摩西 来引导他们 把神的话给他们 三十九节说 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 凡气觉 摩西 下面那句话什么说 一起读 心里归向埃及 各位这句话很重要 心里归向埃及 这里讲的是一个心的问题 你的心爱什么的问题 当以色列民不听从神 这个同时是要讲到什么 他们心里有爱另一样东西 人的心不会 我什么都不爱 我不爱神 我也不爱世界 不会的 人的心不会处在一种 Vacuum 一种真空状态 不会的 他不是爱这个 就是误这个 不是误这个 就是爱 这个是人心里面 人的心一定要有所属 要属一样东西 要爱一样东西 对不对 所以当你的孩子 不听你的话 气死 这个孩子 讲不听 你有没有问过 当他不听你的话的时候 为什么 你就想 他不听话 就是这样 拜家子 其实你问的时候 他的心一定有爱 另外一样东西 当他不听你的话 他一定爱另一样东西 可能他爱他的自由 他爱他的朋友 他爱他的生活 他爱他的电脑游戏机 但是他知道 他爱的那个东西 只要他听你的话 他就不能追求那个东西 你们明白吗 所以他才不听你的 所以当他不听 一定有所爱的 人不肯听从神的时候 一定有他所爱的 当人拒绝神 不愿相信耶稣的时候 他的心一定有爱 另一样东西 所以我要跟各位说的东西 就是偶像 不是从人的手造出来开始的 偶像是从哪里开始的 是从人的心产生出来的东西 人的心 但我不愿意相信耶稣的 同时心有爱 另一样东西 有些人说 你的耶稣很好 但我不愿意 等我一下 很不错 这个基督教信仰 但是我需要一点时间 然后你一直不知道 为什么他不能接受 然后你就问 你为什么不能 其实各位 你要问 为什么他不能 现在他觉得你的耶稣很好 但是他不能接受 接受你的耶稣之后 我不能买万支票了 不能抽烟 不能过我要过的生活 我这个人讲话就是这样 都不懂讲脏话 我不能跟你基督教在一起 对不对 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有些人 为了要快快要领人心 你放心 你接受耶稣也可以抽烟 你接受耶稣也可以 买万支票 就讲这些话 对不对 其实你们 被骗了 其实当他说 I'm not ready 我念耶稣很好 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时候 你要问 其实那个是 他要买万支票 他要抽烟 他要过自己生活 还是他的心所爱的问题 他的心其实还爱世界 还不是那个香烟 还不是那个万支票 他的心爱的是自己 自己要做的 自己要 你们了解吗 所以他们才不接受你 所以不认识福音 也不懂福音的经义的人 就是整天喜欢叫人做决志祷告 你跟我做决志 接受耶稣就好 然后其实你信了主 你还是可以做这个 做那个 错了 其实你传福音的那个本意已经错 你不明白福音的经义 神要进来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 你的主权要交给祂的 所以这个叫你的心被重生 你要觉悟悔改 这个是心里面的问题 不是给祂一个compromise 一个妥协 你信耶稣也能做这个 当祂跟你讲 I'm not ready 我还没有预备 但是你的信仰很好 能教你做好事好 但是不是我还要等一下的时候 其实他的心有爱因另外一样的东西 那个东西就是偶像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以色列不听从 也弃绝神差给他们的摩西 然后这里说 他们心里归向埃及 因为有史之中 他们还是喜爱埃及的文化 埃及的思想 埃及里面的生活 包括埃及里面的偶像 所以他们所造的牛犊 也是埃及人所败的 我们一起 我们再看第四十节 所以四十节我们看 他们就对亚伦说 他们心里面归向埃及的 就对亚伦说 一定做出来的 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 在我们前面引路 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事 这是出埃及记三十二章 那个地方的内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注意看这段经文 百姓说 百姓说 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 make us gods 这个是单数还是负数 负数 很多神为我们造 很多很多的神像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知道 当人要拜偶像的时候 他们里面的观念 其实是很多神的 这个叫多神论 神是越多越好 对不对 因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 他们看埃及人 什么都拜了 拜太阳 所以上帝叫太阳 按起来 拜河 上帝叫河遍水 拜青花 拜牛犊 什么都拜 所以多神论 他们的神观是多神论 他们要很多神来带领他们 越多越好 好像越多越有能力 各位是吗 各位如果你想多神论的时候 神是很多的 神是很多的 这个也证明 这个就说明什么 其中一个神 他叫神 那个神的能力是越小的 对不对 你要一百万个神 其中一个 一百万个才能够掌控 天地 万有 海 宇宙 星所 其中一个神是很小 很少的能力的 对不对 所以多神论 他们没有想的 他们其实把每一个神 变得更渺小 更无能 多神论的一个概念 的背后 多神论另外一个 相信多神论的人没有去设想过 其实 要拜很多神的时候 人很辛苦的 他要适应每一个神的位格 属性 脾气 要求 做事方法 可能这个神不喜欢 我就不能献这个 那个神不喜欢那个 我也不能献那个 这个神有这个神的要求 那个神有那个神的要求 所以多神论的结果是会造成混乱 也叫拜的人很重担 很辛苦 所以百姓说 给我们造些神 make us gods many gods 对不对 然后来做什么 来给我们在前面引路 四十节这边讲 对不对 在前面引路 这个告诉我们说什么 他们有需要 他们现在迷茫 所以需要很多神来帮助他们 给他们指引 给他们供应 因为旷野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都是沙漠 你看上去 好像没有路种 食物也没有 水也没有 但是天天的玛拿是有 神供应了 对不对 那谁按时也来 摩西打了盘石 谁就出来 对不对 但是他们没有确认 神的引导 神的供应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 是什么 人是需要被引导的 也需要看到自己被引导 明白吗 所以人不能自己走的 当一个人说 我不需要神 什么神都不需要 我自己懂怎么走 我的人生 这样的人 是其实比败加深 还不如的 对不对 所以人很 按着神的形象照 也是渺小无能的 他没有带领者 没有创造他的神来带领他 没有路走的 对不对 他说 相信自己 什么都不需要 人定胜天 这是在神眼中 最高傲 最骄傲的样子来的 这是一点 所以 以色列人给我们造些神 在前面引路 第三 这里又说什么 自于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位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事 这个又告诉我们什么 以色列民从来没有遇见过神 他们从来没有相信过神 他们都是在凭眼见 依靠那个看得到的一个摩西 那个英雄 对不对 所以当摩西上西乃山要领受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些百姓看不到他了 所以当时候他们就完全进入一种不幸的状态 所以我也顺便说 大家要很小心 大家 我们的信仰 不是叫我们只有靠这个属灵领受 我们的信仰是要靠神 所以你不要说 牧师说什么 牧师说什么 你自己要读圣经 你自己要读圣经 有时候你读了圣经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有很多牧师他是乱讲的 没有读圣经的时代是很危险的 所以你不要说 没有人教导我读圣经 你自己要读的 你知道不知道 圣经的文字词汇水平 是一个小六声 如果你读到小六的时候 所以应该圣经里面会读的字 出现的字你都会读的 明白吗 所以 这是读经本身 是跟一个人的饥渴有关系 一个人真的要认识这位神 有关系的东西 所以你听到之后 你要读经 自己细读 不用每一个字 每一句都是要参考书 这样的话 你读了都没有感动了 你只有满足你的理性的一些 就很关键的字 你查考 对不对 但是你本身 还是要回到圣的道 从神给你现有的一个悟性 理性来读领受 然后借着神的道来祷告 这是最平衡的一个信仰生活 41节我们来看 41节 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肚 这里说什么 单数 一个牛肚 又拿祭物献给那项 然后喜欢自己手中的工作 各位 我们一句一句看 因为这里有意思 他们造了一个牛肚 谁给他们造的 亚伦 对不对 所以你问 百姓不是要求 给我们造些神 给我们很多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 亚伦只给我们造了一个神像 一个牛肚 很简单 亚伦 当然知道神是一位的 所以 他这个属灵的良心 就知道 神那里是很多位 对不对 所以只有一位 就造了一只很雄伟的金牛肚 然后 亚伦怎么说 在《出埃及》三十二章 他说 明早 我们给耶和华 献祭 他讲这句话 对不对 明早我们给耶和华献祭 他称的那个牛肚 为耶和华 各位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很多人 虽然是翻开圣经 讲说圣经里面的神 祂的名字叫耶和华 祂的名字叫耶稣 但是他们不是 他们讲的 不是圣经里面的耶和华跟耶稣 换句话说 他们伪造了这位神 他们拿着圣经 造出假神 自己的神 所以当今教会 我每次说很危险的 造出假神 就是从错谬的教义 把这位对神的认识 就是扭曲 来配合人的需要 这个跟拜偶像的那种心态 造偶像的心态 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比如说你把神讲成很多的恩典 但是没有把祂的愤怒讲清楚 或者你讲的神总是审判人 但是没有怜悯 其实这都是不对的 有些人就很喜欢讲到神的超越性 Transcendence 对不对 那个超越 神是超越一切的 在宇宙之外 对不对 掌控一切 预定一切的 但是他没有讲到神的临在性 神是临在 在祂所造的万有 万人 与人同在 正在引导我们 知道我们的需要 对不对 有一些的教导 就只有讲神的临在 人知道你的需要 神的超越性 神的 祂的掌控万有 祂的主权 祂的预定 这些东西不敢讲 也不要讲 所以听众对这个神有偏差的认识 不是偏这边 就是偏那边 所以他们对神的认识错谬的时候 他们跟神的交通上 同行上就会有问题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多不一样的 甚至人自己在领受这位神的教导 然后对这个神产生认识 之后怎么跟从祂 其实我们发现 人都有一个不平衡的光景 各位 圣经说 神是个道 神是个灵 所以你敬拜祂的 要用心灵 对不对 和诚实 来敬拜祂 明白吗 所以 He is the word and spirit 对不对 Worship him in truth and spirit 这个 两者都要结合的 所以神是个道 所以不是你凭空想象 或者按照你人性的经历 跟需要去凭空想象 然后这个神是 你一定要回到圣经 对不对 有时候你祷告了 神给你你所要的 但是祂只是给我我所要的那位神吗 你一定要问 祂的属性 祂的位格是什么 你要去认识祂 所以你一定要从圣经来理解 但是当你读了圣经之后 你要小心 因为神也是个灵 所以道里面有灵 对不对 所以你读了圣经之后 你也是有灵的活人 你要借着神的道 要怎么跟祂亲近 怎么交通 喜悦祂 然后跟从祂 有没有 这一点如果没有 你喜欢考究圣经 这个字眼出现两次 这个字眼出现五次 然后你一直考究这个背景是什么 当然这些是解经很重要的地方 但是这些东西你会过的 当你过度在这个地方 一直在考究到 你没有看到 你真实的生活当中 你在服侍神没有心 你在牧养人没有智慧 帮助人没有负担 很多方面 但是你对圣经考究得很厉害 你就是一种喜欢亮光 但是却不能跟从神的人 那就是告诉你说 你没有跟这个灵交通 被这个灵感动 被这个灵引导来顺服神 对不对 所以你的生命里面 不是偏知识 物性很多 不然就是偏很神秘的灵 常常就是经历 神引导 神跟我说 但是又没有读圣经 对不对 所以这两者都是很不平衡的光景 我可以跟各位说 所有的偶像信仰这些东西 不会给你们平衡的 所有的偶像信仰 包括你来到基督教人前 你就进入另外一种偶像信仰 不可以给你很健全的灵性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经 不要只有读一半选择性的读 追求信仰的东西 也不要只有选择性的追求 你一定要看 像保罗这样的人 他的整个生命的全人的信仰 是怎样的信仰 从他的心思 情感 意志 生活里面 结合为一条线 这样的人 他就会发现 他所想的本身就有能力了 他所做的本身 神就成就了 对不对 原来神的道 神的灵 跟人的生命结合起来的时候 你不用天天 我奉耶稣的名赶鬼 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你 生意好 不用讲这些话的 你整天奉耶稣的名嘴巴讲 对不对 没有顺服 没有顺服的话 能力哪里有 成就哪里有 你没有实践 没有顺服的话 好像空头支票 对不对 写一百万 没有签名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对这些东西 要很清楚 其实 刚才我讲的东西 如果我要讲 牛肚 金牛肚 这是神的百姓 他们拜金牛肚 我要讲的东西 是很多的 如果你用整本圣经 来讲 什么叫 错谬的信仰 拜偶像的信仰 甚至在教会里面 基督教里面 要造出自己的信仰的 那种光景 就是刚刚我一个一个 跟各位确认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要认识神 要认识的权备 然后这里有两句话 就出现了 对不对 这里我们再看一下 四十一节 这里说什么 四十一节 那是他们造了一只牛肚 又拿祭物给那像 各位 这第一 拿祭物给那像 这个呢 为什么拿祭物给他 因为 对有求于他 对不对 都是一样的 办偶像的 都要拿祭物给他 换句话说 人跟偶像的关系 是交易性的 transactional 但是人与创造他的神的关系 是关系性的 relational 你们一定明白 所以我们绝不是 我拿什么东西给神 然后神就保佑我 家庭好 事业好 绝对不是 我奉献 上帝再给我更多 这种 也是一种偶像信仰 transaction 你一定要知道 在你还没有求之前 你父已经知道了 他已经预备了 预备好了 等什么 等他的时间 你说为什么要等 等很久了 那个时间等来做什么 等你的顺服 换句话说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等你真心的顺服 真诚的顺服 你顺服他 不是为了我要得什么 我来教会敬拜他 我读圣经 不是奉献 不是为了要得什么 这是要遵照他的旨意心 你心里爱他 所以生活顺服他的时候 其实很多东西你不用求 神都为你预备了 你也都看得到 享受得到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 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 然后另外一句话说什么 不但献祭给他 这里说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41节 很重要这句话 他们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 他们欢喜 英文是这样讲 They rejoice in the works of their hands 各位 这个他们欢喜 又讲到心了 对不对 心 为什么他们这么欢喜呢 其实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 是因为人性堕弱的一种荣誉之心 我什么都能造 我能造飞机 能够造火箭 能够造internet 到最后能够造什么 连神都可以造 厉害不厉害 所以人当他造出这个神的时候 这个神越美越雄伟的时候 其实他越感到自豪 其实很多时候 人都一直在高举自己的创作 但是他没有高举 给他智慧来创作 所以他就滥用他的创作本能 乱造 连不应该造 就是神像 偶像 这些他也造出来 所以犹太人 他们很看重什么 他们人手所造的圣殿 他们将这个看得见的圣殿 基本上当作他们的信仰了 而不是将那个看不见 超乎这个圣殿的那位神 看为荣耀 所以敬拜上帝的世上 他们就是在外表 外壳 不是尽到本质 另外我们问 为什么他们这么欢喜 他们手所造 各位 其实 他们欢喜本身就证明说 他们的心是偏邪的 他们喜爱偶像 不喜爱独一的真神 为什么喜爱偶像呢 各位 为什么 因为偶像能够帮他们服务 能按着他们的金钱 按着他们献上的祭物 然后来祝福他们 各位 这个容易不容易 我跟各位说 这个是很容易的 人都喜欢那种很容易的方法 各位 你奉献钱给神 然后你叫祂祝福你的家庭 儿女 祝福你的事业 这个是很容易的事情来的 但是神说 我要的是什么 你的生命 你按着我的方法来过家庭生活 孩子按着我的道来教导 夫妇按着我的话来爱他 你按着我的道顺服 这个是很难的 对不对 你给神有一样东西 你自己不用改 你的本性不用改 你给神这样 然后叫祂祝福 这是很简单的东西 所以神绝对不会 真神不会做那种东西的 你们甭想上帝这样做 上帝要给你一样物质的时候 祂要想说你的生命能不能处理那个物质 能不能管理那个物质 祂给你一个关系的时候 你的生命能不能享受那个关系 所以祂预备你 熬炼你 各位 对不对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从这个地方就知道了 神跟偶像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的 为人真正的好而做事 而把好东西赐给人的 不是按着人所认为好的来做 所以独一的真神 祂是圣洁的 没有一个人说 神祢来听我的意思 我给祢有一些东西 然后祢嫁给我 祂有完整的主权 祂有祂公义的原则 在这个地方行事 所以多多的人 当然不喜欢这样的神 对不对 所以他们很欢喜 自己手所造的偶像 大家看到吗 所以人没有神的时候 也没有神的启示 他们是能够沦落到 这么堕落的光景 41节 这里42节 我继续解释 我们读到43节 今天我们就结束了 42节 神就转连不顾 神不顾的意思是很严重的 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 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 以色列家 你们四十年在旷野 其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 各位这里有一个字出现 42节 你们再看 神就转连不顾 任凭他们 各位 任凭这个字在圣经里面 哪里还有出现 各位在罗马书 各位你翻到罗马书 如果各位有圣经的话 下一本书 罗马书第一章 我给各位读 有吗 罗马书一章 二十一节 我们从这个地方看 二十一节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所以 人的良知 是知道有神的 有一个超越他的存在者 但是因为他的堕落 他一直压制这个认识 压制 然后不要想审判的东西 满足于地上的享受物质 钱财 男人 女人 享受 然后不要想那个 其实 这是一种道德堕落 在神的眼中 最可恨的 牙子 然后性哲学 性无神论讲 然后讲没有神 所以他们不把他当作神来 荣耀他 也不因为 我现在健康好 我现在有父母教导我 我有活在这么安淑的一个社会 没有赢这些感谢他 感谢人 都是人给我的 感谢父母 都是父母教导我的 所以我今天才成为这样的人 所以人都变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他的生命的主宰 宇宙的主宰 他是不承认 这个光景 所以都是压制 阻挡真理的人 这样子 所以他们的思念 就变为虚妄 对不对 虚妄 空虚的 都是为地上的东西的 没有永存的那个价值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然后他们还怎样 要支撑为聪明 你看我们可以造飞机 造火箭 造什么都造 所以他们就成了余卓 最后怎样 连神都要造 对不对 他们就将 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 变为偶像 仿佛被朽坏的人 和飞禽走受昆虫的样式 对不对 把它造成这个的样子 这是神 这个能够保佑我 能够帮助我 引导我 这样 这个是罗马书讲的 不是我讲的 罗马书 二十四节 所以 所以 这句话很重要了 神看到他们 一直这样堕落的结果 你很相信你们自己 你们是这么伟大吗 你们所想象的是这么厉害 好 我就任凭你们 神任凭他们 沉着心里的 情欲 行污秽的事 所以拜偶像也是一种情欲来的 对不对 因为你有欲望 你要得有一些东西 以致他们到一个地步 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 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荒 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 原来人的敬拜是只有能给神的 他拜人 拜动物 拜这一不敬奉那造物的主 主乃是可称赞 直到永远 阿们 26节 因此 又多一个因此了 对不对 因为他们拜偶像的结果 因此 神又任凭他们放纵 可羞耻的情欲 所以现在讲到人的情欲 情和欲望 都是人有的东西 对不对 我们也不能压制 因为情和欲是叫你喜爱什么 想要什么 这个叫情欲 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 变为逆性的用处 男人也是如此 弃了女人的顺性的用处 欲火攻心 彼此贪恋 难和难 心可羞耻的事 就在自己身上 受着 妄为 当得的 报应 各位在这里 我不用多解释 你们知道这里在讲什么 所以圣经里面 罗马书一章 这个同性恋的 那个事情 也出现 它重要不是 人在这个光景 重要是人觉得这个是对的 这是正常的 这是合理的 问题是这个地方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罗马书一章 这个地方 讲到了一个很恐怖的东西 就是神的震怒 什么震怒呢 就是神抛弃的震怒 或者神 认凭的震怒 The wrath of God's abandonment 我抛弃你们 我认凭你们 你们想怎样 所以 当神不再约束人的时候 那是最可怕 当神不再约束人的时候 就是说 我让祂自食其果 各位 然后你看 结果会有什么好 会出现 你们自己看吧 所以 人没有神是很恐怖的 但是当人被神认凭的时候 是更恐怖的 所以我要跟各位说 这个世界现在会存留 都是神正在约束的 你们知道吗 你看打战 对不对 乌克兰战争 战争来的时候 其实神在约束的 你们不要以为打战 神如果没有约束的话 这个战争 无止境的 甚至变成核弹战争 对不对 但是 神还是约束人的心 有很多的国家来劝 不要打战 打战不好 人事不好 不要打 对不对 所以 那个暴君的心也约束 约束 你们知道吗 其实神在人心中做功的 如果神没有约束 放的时候 整个世界就毁灭了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真理来的 一个真理 所以我看这时候 我们看这个经文 就是罗马书一章的时候 我们要求神怜悯这个世代 所以从神的震怒 讲到人离开神 不荣耀神 讲到什么 讲到拜偶像 讲到人的顺性变成逆性 然后贪行种种的误会 如果你继续把罗马书一章读完 你就会知道 这是一个能够证实的东西 能够确认的 在当今世界能够确认的 2000年前写的东西 不是说只有在那个罗马时代 发生的事 当今社会都能确认 然后42节 第42节后面说什么 正如先知所写的 以色列家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 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 为什么神这样说 祂说你们在四十年旷野 会幕敬拜我 把祭物深处拿来 你们真的敬拜吗 你们的心其实都是向往埃及 动不动就是试探神 埋怨神 然后犯奸淫跟外邦女子 就是有机会来 你们就做这个东西 其实你们真的是把祭物给我 所以从这个你就知道 神要的不是那个祭物 神要的是人的心 对不对 人的心远离神的时候 神不接纳 祂的祭物了 四十三节我们一起读 你们抬着 没落的帐篷 和礼藩的神的心 就是你们所造 为要敬拜的像 因此我要把你们 迁到巴比伦外去 没落的帐篷 好些解禁家说 这个指的是太阳神 或者 所以新锁 或者有一些 解禁家也说 这是 亚门族 亚门族人 他们拜的神 叫火神 火神通常是要烧东西的 对不对 所以 当时候 有亚门族 他们把自己的婴孩 就丢在火里面烧掉 就献给那个神 对不对 所以当时候的时代的他们拜偶像是到这个地步的 然后礼藩神的心 这是土心 赛亚 这个土心的一个埃及神 埃及拜那个土心 所以 简单来讲是这样 各位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考究的话 你自己去考究 基本上 他们当时候 在古时代 以色列人就是 喜欢这种 看得到的 星辰月亮 再上 所以人都是往上 觉得上面是高的 对不对 所以每次讲天堂的时候 大家看上 地狱看下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上下的观念 你明白 所以 上的就是在 其实不一定 这是另外一个层面 另外一个境界的意思 但是人很自然的反应 所以拜偶像的人也上山 然后比山更高的 新索 然后就拜上面的新索 这是人堕落之人 不认识神的时候 他们用他们很自然的反应 来寻找神的结果 是这个 43节 其实就是 阿摩斯书5章25到27节 这里说 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 巴比伦去 那时候是讲 阿摩斯是讲 大马士格去 大马士格 跟希腊有关系 对不对 但是现在讲巴比伦去 因为现在 司提反是向犹太人 讲 犹太人 犹太国 犹大国 从犹大国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叫做Juice 所以 现在 司提反他就用巴比伦 迁到巴比伦去 就是你们还记得吗 你们是被巴比伦 掳去的 所以叫他们知道 想起 你们是为什么被掳 因为你们拜偶像 所以这是拜偶像 疑虑的结果 所以我讲完 总结 今天教会里面 我们既然 也听到这样的道 我们也来到独一的神面前 我们要谨慎 不要落入 拜偶像的光景 偶像是将 我们 独一的神 对独一的神的敬拜 拿走的 但是你说我又怎么能不拜偶像呢 我有需要 我有无能软弱 所以你要认识神 依靠神 顺服神 来得满足 所以不是以交易性 或者拜偶像的心态来找神 你一定是回到神的道 认识神 照你的目的 然后引导你的方法 从这个地方 然后把你甚至很深层的需要 知道这就是从认识神开始 然后当我顺服祂的时候 甚至我肉身 我的生理 各方面的一个需要是 上帝看重 也会上帝会满足的 所以我们这样的顺服的时候 我们一生是平安的 神的能力 供应 就会陪伴着我们 我们也一起祷告 主 我们感谢祢今天 祢用祢的话语 这样的教导 也警戒我们 特别有关 这个拜偶像的事情 主 这是不但是祢向世人讲的 祢也向祢的教会讲的 求主光照我们 也帮助我们 我们听了道之后 主 我们有责任 当我们已经明白什么是拜偶像 也知道那个拜偶像的心是怎样的 从这边开始 主 我们需要谨慎自首 也特别我们来到祢面前 主 我们知道 主 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 想象 或者方法来寻求祢 主已经给我们一本圣经 主 祢也把圣灵赐给我们 主教我们 敬拜祢的 要按照心灵和诚实敬拜祢 感谢主 愿主得到一切的荣耀 因为唯有祢 是创造万有的 也是我们灵魂的主宰 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